近日,据媒体报道,印度绑长、海军副参谋长以及战舰生产与采购总监7月19日前往科钦船厂,进入维克兰特号内部观察机建造进度。 此前,印度官方宣布该航母海事时间,由今年年底推后到2020年,图为维克兰特号航母内部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2009年2月28日在科钦造船厂埋下第一根龙骨以来,该建的服役日期就被一再拖延,原本预计于2014年投入使用的该船到现在为止还处于未完工状态。 其中主要原因还是印度工业能力太过薄弱,开工当年就出现了最基本的钢材问题,俄罗斯无法按时将制造航母使用的特种钢运达印度,这使得这些航母特种钢只能使用国产钢材。 等到印度国防冶金研究实验室和印度钢铁管理局开始生产这些钢材,时间早就过去了大半年了。 到了2012年,本来说是2013年还是,可主变速箱还没装好。 同期,船铁对齐又出现了问题,柴油机发生了故障。 这一系列事故导致这一工程再次延期,突围下水的维克兰特号等到2013年没有舰岛的航母下水后,开始进行西装工作。 这一装就是四年,而在2016年俄罗斯有关公司负责的舰岛又出现了延误。 再加上舰上管道和舱体内部的装修,等到解决了舰岛,已经2017年了,惨的不仅仅是这一艘航母,印度可以进行现代舰船大修,和建造的只有一个客,新造船厂,而该造船厂不仅仅承担着印度的航母建造,还有驱逐舰、潜艇、护卫舰等等现代船只,再加上印度人物内帆船的个性,建造速度可想而知了。 图为维克兰特号首次下水,从此次印度国产航母内部的照片来看,内部装修还尚未完成,所以2018年年底还是肯定做不到了,而该项目从原来预计了5亿美元,到现在的37.65亿美元,足足涨了6倍有余,未来西装所需要的巴拉克导弹,通用电器的四台LM-2500发动机,以及火炮,预警雷达等等。 全都尚未安装或暂未调试,等到2020年,这艘航母下水的时候,资金可能会涨到40亿,再加上印度造船能力薄弱,无法批量生产,这一成本怕实在也降不下去了。 换句话说,40亿一艘的4万吨航母仅此一家,责任编辑。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